周刊爆料的內容當然非常多啦 他獨家這個大家也都有提到 徐曉星他今天的態度 就是說他絕對沒有任何的回饋 也沒有什麼內線交易的不法 反正歡迎來查 查到最後他們會很失望 因為什麼都沒有 哇 徐曉星看起來一切開城不公 但是很奇怪 只發聲明今天沒有出來受訪 對 這一點都不像過去 直球對決不服就告的徐曉星 過去他風格就是這樣 直球對決不服就告 不是嗎 這不是才是他的風格嗎 可是我們剛剛所講 周刊內容的三大報裡面 這三大報 剛剛前面光講 第一大爆料裡面 內容聽起來就已經很聳動了 內線交易的案子 國家安全的案子 收受回饋的案子 這三件事情 我們都等著看說 徐曉星大姑的先生杜秉承 他手上還有其他資料 這是第一個剛剛所說的 第二個 來 第二個他爆出來內容 這個也是很驚悚 為什麼 來 各位看 這裡面內容提說 這個知情人士表示 所以顯然這個週刊是有他的消息來源 那這消息來源 知情人士表示 收押中的大姑夫婦 透過媒體報導 對徐曉星的一連串發言都知道 而且兩個人對徐曉星的回應的相關說法 是越看越火大 面對徐曉星全面撇金關係 而且以被害人自居 這個杜秉承出庭的時候 就當著法官跟檢察官說 說徐曉星瘋了 這段話 這個孟起 你知道這段話讓大家看到亞裔是什麼嗎 在今天週刊爆料之前 徐曉星是站在哪一邊的 理論上他大姑應該是站在他這一邊的 要切割他大姑的先生 當時的進度 因為這次是滾動式發展 當時的進度是 徐曉星的婆婆找了律師 然後要幫徐曉星的大姑做辯護 所以切割了徐曉星的大姑的先生 然後在這件事情上面 本來看起來是這樣 但現在看起來不是 現在連大姑看起來對徐曉星都不滿 越看越火大 所以這一段內容跟過去的認知不太一樣 是連徐曉星的大姑都對他不滿 而且認為說你憑什麼說你是受害人 這件事情你也知情 為什麼這裡面這樣講 注意看 知情人士說被徐曉星指涉 是對妻子夾暴的杜秉承 就徐曉星大姑的先生 說是他連累了妻子 然後跟岳父岳母 他出庭的時候 這整件事情 他認為徐曉星都是刻意找這個人 來要攻擊他的 所以他認為這整件事情 看起來都是徐曉星的操作 然後他認為徐曉星不該只是單純的 這個他這邊講的 他認為他以被害人自居這件事情 他說徐曉星瘋了 所以也然他不認為徐曉星是被害人的身分 這麼單純而已 而且下面他還講了一件事情 各位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徐曉星是不是第一時間出來告訴大家說 哎呀我這個大姑的先生 他們都是綠的 然後跟那個林玉倫他們都是綠的 意思就是這件事情 都是綠的在陷害他嘛 就都都是跟他政治立場不一樣的在陷害他 結果這件事情 他大姑的先生也有意見 他說這個我念的大學 是廣州濟南大學 跟郭董的副手是一樣的 所以呢請不要說我是綠的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第二段的爆料內容裡面看到 徐曉星的大姑也跳出來 這個認為說兩個對徐曉星都很火大 所以他們在裡面真的都看到徐曉星在外面的風 為什麼說這件事情 都有看到是一件事 為什麼我們剛剛特別要講這一段 是你不知道徐曉星的大姑 跟庭上講了哪些話 因為在之前我們認知的 都只有徐曉星大姑的先生講的話 沒有徐曉星大姑有沒有在這件事情上面 倒打徐曉星一爬嘛 所以這一段周刊寫內容呢 讓大家會好奇他大姑有沒有丟出 什麼樣有利的證據出來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徐曉星的先生 劉彥玲呢 在這裡面被發現 他介入民進黨的立委的初選 為什麼 這又另外一件事了 是 而且這三件事情呢 其實這件事情前一陣子本來就有講了 只是現在更進一步 林玉倫去敘述這件事情而已 所以這三件事情都是 但我為什麼說敏感 來多看 這個裡面提到徐曉星呢 涉及到潛艦的申文案 那涉及到潛艦申文案呢 這個周刊爆料內容特別談到一件事情 他說奇怪呢 這個賴清德提到 注意看 提到潛艦第二艘到第七艘 要一次把預算編完一次照完 第二艘到第八艘 那這件事情當時呢 很多人都說樂觀其成 為什麼 因為你潛艦要照的話 這後面你如果不一次照完 然後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 你預算都一次一次編列的話 後面如果你編不出來 這些專家跟技術人員 你怎麼留得住 你怎麼留得住 所以人家只有看到你後面 還有好幾艘要照 所以這些專家跟技術人員 才會留下來認真的幫你做嘛 所以這是賴清德當時講的時候 然後妙了賴清德講完之後呢 徐曉星跳出來反對 那反對的時間點 坦白說 立法委員基於職權問政監督 這個我們都支持 但是第一個 這個周刊這篇報導裡面講說 奇怪了 當時賴清德講這個話 反對的有軍火商 而且這軍火商呢 就是要接我們的這個 第一艘的海坤號 沒有接到的那個軍火商 那個軍火商呢跳腳 然後說是這個軍火商呢 對後面的第二艘到第八艘潛艦 預算要一次編完 他有意見 然後呢這件事情呢 周刊在問的是 怎麼這個軍火商有意見的時間 你徐曉星也在那個時間跳出來 然後在批這件事情 那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賴清德主張預算一次編完的時間 是今年三月十八號的時候 然後徐曉星很快哦 你看這是中國媒體中平社的報導 這個徐曉星說拒絕人謀不髒 拒絕人謀不髒 然後這個也是在今年三月十八號的時候 所以人家在質疑說前面那三件是徐曉星大姑先生爆料的內容 那後面這一件是人家在質疑說 那為什麼你在反對預算一次編完的時候 跟你的大姑先生指控你的這個聲大的案子 怎麼這麼敏感跟巧合啊 那我們要特別告訴大家 整個事情的市政都還有待於說 徐曉星大姑的先生這個杜秉承 能不能拿出更多的證據 但是光是講到這邊為止 我認為如果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徐曉星出來告訴大家正面做說明不是很好嗎 一點都不為過啊 人家這樣的指控 我們再看一下 看一下我們這個電視牆上面的第一段 他不是說歡迎來查他們會很失望 他說淺見的部分 他根本沒有認識任何廠商 那徐曉星當著記者的面直接講一句 我根本沒有認識任何的廠商不就好了嗎 我認識的廠商只有郭喜一個而已 那你就大方的把這句話面對記者去講不就好了嗎 你不需要只有聲明而已啊 你就坦蕩蕩的面對記者詢問 把你這句話講一遍就好了嗎 可是問題在於說你迴避了之後 反而讓大家覺得這裡面有沒有敏感問題的存在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面對到這麼勁爆的爆料內容 對徐曉星來講 只用這個聲明5點就能夠回應得過去嗎 我覺得對徐曉星來說 你需要更多的聲明來 更多的內容來回應社會可能會出現對你的質疑 這5點聲明 裡面有沒有藏有哪些細節 等一下冠婷我們一一來分析 因為這邊先聽一下美方這邊 因為說真的徐曉星他今天沒有出來受訪 我不曉得美方是不是跟我們一樣 所看到的也就只有這一直聲明而已 那要怎麼替曉星恭維 來美方 我覺得同樣身為這個女性政治人物啊 其實在面對試涉家人的事情的時候啊 確實會滿滿的尷尬 因為因為這件事情我相信說能夠回應他的人 現在目前很多都已經在偵查當中 所以說他講很多的話 那可能也只會造成了越來就是說這個事情越來越理不清這樣子 尤其是說呢 因為太多重磅 所以說他一時之間我覺得他也沒有辦法從頭到尾 把他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美方我想要請教的是 因為其實今天他曉星他給了媒體這樣子一封的這個聲明稿 那其實我們會一般做媒體 大家會想要親自去問你 畢竟他也是一個立法委員 每天出入在立法院來面對記者是一點都不為過 而且曉星這麼樣的伶牙歷史 現在能夠回應他的人現在基本上都沒辦法回應他 只有他自己可以講 因為其他人很難幫他說話 但是他有講到一點 他是說就是從來沒有跟這個海軍啊 去索取任何相關的這個資料 也沒有索取任何的聲文密件 這是他親口講的 然後再來說呢 如果有人說他收錢他就提告 他現在我我覺得他應該已經提告吧 就下午的時候 他那個庫洛米的筆記本可能有在記了 現在開始在看 他就是你看嘛 他說他自己是惡女啊 我說我說 所謂惡就是說 他只要覺得不公不義 對他覺得說呢 就是無地放始的 他就是立刻去告 這也是很符合他的一個作風 所以他馬上就去告 包括 小新的那個特質 對包括他說他唯一認識的潛艦業者就是郭喜 那郭喜這人物在在講我今天不要浪費大家時間去講他 但是我覺得是說 這部分呢 他覺得說這也是郭喜的一個報復行為 所以說基本上呢 就是說我認為說呢 他現在因為他們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大姑的老公大姑他們覺得說他切割這件事情 那那如果不切割難道是說怎樣 他們是有一起去做這件事情嗎 還怎樣 美方一直說不切割 難道我跟你們是一夥的嗎 對啊 就他們難道他們是一夥的嗎 當然不是嘛 那今天在這裡我覺得說他真的要去細講這件事情的話 一方面就像回到我剛剛講的 對於家人的事情啊 我覺得說這個是特別敏感的 尤其就是大姑跟他老公的事情這樣 不管對方講了一些什麼 如果他現在在回應 只會打尼巴掌 越混越長長 來美方他的意思我聽懂啦 我請教下冠題 大概就是想說 巧欣這時候還出來說 有你講不講啦 就跟你們說 那個杜秉承在巧欣看來 就是一個詐騙犯 你們對他的謊言跟造謠 他就不應該不予回應啦 拒絕受訪了 聲明搞得在這裡 要讓你們大家看啦 來冠米 我們本來就知道 國民黨在過去這一段時間以來 面對杜秉承 跟相關的一些 對於許曉欣不利的一些指控 或者是傳聞 都是講說 你們怎麼會相信杜秉承的話 怎麼會相信他們這些詐騙犯的話 詐騙犯的話 一個字又不能信 國民黨過去這樣子幫許曉欣辯護嘛 要有這樣的態度我尊重 但我們回來人性 關鍵是杜秉承今天在法院 他的目標應該只有一個 我們所有的公民在法院上 面對檢方的調查 法院判決只有一個目標 希望無罪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方式來推演 杜秉承他希望無罪 請問扯許曉欣對他有什麼好處嗎 他咬許曉欣出來要做什麼 我來跟大家說為什麼 許曉欣之前工房上面的主論述是 我跟這個詐騙集團沒有血緣關係 是姻親 而我跟他們唯一有金流的 從我婆婆這邊的可能牽扯當鞭的這個100萬 是利息 是房子的利息 那也是跟大家的關係喔 對 也跟詐騙案無關 這兩條是他 撐住跟他無關的基石嘛 那今天我們回來看杜秉承 我們就姑且相信你國民黨講的 不要相信詐騙集團的話 可是我們按照杜秉承 希望辯護自己無罪的工房的態度來說 如果今天周刊寫的為真 不是這個記者憑空杜撰 而真的有這樣子 對於法院講這樣的話 為什麼 今天許曉欣很明顯 把自己切掉 認為說這個案子 許曉欣是被害人 或者許曉欣是不相干的人 總之就是許曉欣不是共犯 而如果杜秉承 用盡一切的手段 無論是真是假 要把許曉欣用進來 在法院上面只有一個原因嘛 我合理的推斷嘛 只有一個原因就是 他認為許曉欣有關係 或者這個案子 從到底許曉欣跟杜秉承的集團 有關係 所以他們 不然怎麼會不甘願嘛 所以也是蠻奇怪的 許曉欣目前為止切的點 假如真的沒關係的話 杜秉承你們幹嘛去扯許曉欣 除非這時候有狀況嘛 就是他們兩邊真的一開始有關係 而當許曉欣要切的一竿二鏡的時候 杜秉承跟劉項杰這邊不高興了嘛 那有可能很開心的啦 各種可能都有啦 對 孟晴講是第二種可能 第三種可能就是 他罵許曉欣瘋了 其實是他們才瘋了 就是 我全部人脫下來 可是我從 我們老講 我們認識很多律師嘛 我們出來江湖混也被告過嘛 我們也被人告過嘛 就沒有一個律師會建議你說 你去把完全不相干的人 全部扯進來嘛 這對你造成 那沒什麼幫助耶 這會你 或者是造成法官的心證 或讓你自己無罪 沒有幫助嘛 好 回來 剛才我分析完那個 目前的狀況 好 那回來 我們就針對週刊的部分 我再收斂一下 杜秉承一週刊報導 對許曉欣的指控有三塊 具體來講三塊 第一塊 聲文的資訊 潛艦案 第二塊 說他說回扣 第三塊 內線交易 我簡單講 細節我就不多說 這三塊來說 許曉欣針對 聲文資訊 的 談法 跟內容 我覺得 有 有對外比較 直求對決的講 就是跟他無關 而我也 我認為 如果以這三塊來講 我認為 以杜秉承講話的程度 跟筆地來講 聲文資訊可能是 我認為真實性 我看起來 我的判斷是比較低的 因為杜秉承怎麼會知道 這些細節 聲文資訊等等這些 老實講 長期來推斷 這很機密的東西 對對對 好 那回來 第二點 收回扣跟內線交易 這個事情 我從許曉欣的聲明 跟論述來說 怎麼好像回的程度 很明顯少很多 再來 這兩塊照理講 才是應該 徐曉欣 辯護跟工房的主力吧 你憑什麼時候我收回扣 我怎麼樣 你憑什麼時候我內線交易 怎麼樣 但好像 徐曉欣這部分 著夢比較少 不過我也更新到最新資訊 剛才徐曉欣也去北檢提告了 他也去告了 針對不實新聞就是告 他告兩個人嘛 他告周刊 跟告杜秉承 但我說真的 你也得這樣做啦 徐曉欣一定得這樣做啦 因為今天這個 周刊寫的是指證立立啊 杜秉承有名有姓啊 如果徐曉欣今天沒這樣做 政治就死刑了嘛 所以他今天這樣做 他一定要做出一些反擊 那後面就好好來攻防 那我覺得啦 到目前為止的證據 我們當然誤網誤眾 可是很明顯的是 從動機來看 杜秉承其實沒有 要為他自己無罪 而去扯徐曉欣的一個動機在 而這樣子一個狀況 到底幾分爭幾分獎 後面讓司法來跟大家講 好 最新的消息呢 謝謝冠婷也跟大家報告 徐曉欣已經針對不實新聞 去提告 剛才說告的是杜秉承還有周刊嘛 可是除了這個周刊 今天報這幾個料之外 我想請教明佑哥的是 剛剛大家有注意聽 親黃特地去提到 另外一個新聞 那跟徐曉欣的老公有關係 因為這是跟這個案件有關的 一位林余倫 好 這一位人士 聽說他也在法庭上 他也有講 他說他證實啦 這個之前選舉的時候 他真的有拿一些資料 給徐曉欣的老公 再請徐曉欣的老公 轉交給徐曉欣 做一些政治攻防 問題是 當時劉曉欣 敢去台中做官 那個時間點已經去當官了嗎 請教一下明佑 如果依照時間點來看 那時候賴慧元跟郭真慧的初選 應該已經到 那個劉曉欣已經在台中了 如果按照那時候的話 因為2002年去的嘛 那初選是2002年的到2004年之間嘛 所以我認為啦 這個事情有可能不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林余倫我也認識他啦 因為他要收集到這些資料 並不困難 因為他在網路本來就有一定的知名度 那長期以來如果經營公關公司的話 要收集網路大數據跟相關的資訊 真的不困難 而且之間的交流 你不要忘記 徐曉欣跟他老公過去在做什麼的 網路溫度計嘛 那他要收集網路的操作是非常鮮熟的 如果要收集到任何的情資 其實不困難 但是問題是你用什麼樣的資源去取得 所以今天劉曉禮讓大家比較詬病 我先跟大家提醒一個新聞 上個禮拜 台中市議員江兆國 他在議會質詢的時候 直接問劉曉禮說 在這個侯友宜跟柯文哲會談的時候 你有沒有利用市府的資源 進行所謂的民調 那個你在台中市吃人的頭 然後你在那時候去做所謂的民調 盧秀燕是不是酸中痛嗎 還是盧秀燕剛剛還有機可蹭嗎 還是盧秀燕就看衰嗎 你用市府的資源有沒有去做嗎 他回答不出來 所以到底有沒有違反行政中立 所以今天為什麼劉曉禮會被拿出來講 是因為劉宇倫在法庭上作證 盧秀燕 我要回到冠庭所講的 盧秀燕這一件事情 如果我是當事人 我只想趕快 我不要再去惹事 然後 對我要脫罪 然後趕快讓我先出去再說嘛 一切往後再說嘛 我出去可以跟社會大眾澄清嘛 可是為什麼林宇倫 他要去咬這些事 杜秀燕 他們還要在嚴押庭要去搞這些事嘛 直接去扯徐小新 直接把劉曉禮拉進來 因為我交黑資料給你嘛 因為賴慧遠那個學歷的問題 確實造成了一度的風波嘛 然後政論節目也不斷的打嘛 那我交黑資料給你 然後讓綠打綠嘛 你不要忘記徐小新有很多的爆料 大家都在質疑一件事情 那你資料到底從哪裡而來的嘛 那是不是因為 你跟這些網軍互通 你過去在罵的1450們互通 然後互相做生意 然後資料流通 然後你可以爆料出來 然後去打擊民進黨 或者讓提供綠打綠的方式 我認為這些東西都有待澄清 因為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如果2002年劉彥禮 到台中市政府去上班 那你有沒有違反行政中立 所以這些問題 劉彥禮今天有自己回來 他說沒有 沒有這個行政不中立的情勢 他用這樣子來回應了林玉倫 對 所以我也希望 不只徐小新去告杜炳城 劉彥禮你要不要去告林玉倫 因為在法庭上交鋒 把所有自政攤 市政攤在陽光下 我覺得是最簡單的方式 因為今天北檢當然就是因為杜炳城的案外案 提出了這三個事情 北檢也很無用 對 而且杜炳城直接說 我有掌握證據 如果他有掌握證據 你就要拿出來 你就要拿出來嗎 不然對杜來說是不利的嘛 我都已經到炎壓庭了 我只想趕快出去而已 他今天會在報這些案外案 是不是大姑姐跟大姑姐夫 開始對這對夫妻展開了反擊 而且這個反擊 我覺得精彩可奇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敢在法庭上 這不是一般的金融詐騙的問題而已 這也不是內線交易的問題而已 他敢在法庭上直接講 表示他們一定掌握證據 再者 過去徐曉星在切割的事情 是我跟他們不熟 沒什麼往來 對 我跟他們沒有往來 甚至過年怎麼樣 四處跟媒體講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你到底在掩蓋什麼 如果說這些都是當真的 你今天不管去告媒體 媒體一定會把那個 剛才新王哥所畫出來的 那個關鍵人物 特定人士一定會把它找出來 第二件事情 如果你去告了渡 那渡的市政如果提供出來 你就有可能是誤告罪嘛 那渡未在這時候去冒這個險嗎 所以針對許巧訊息提告 第一個我們不意外 第二個那五點聲明 我認為是吹哨子壯膽 因為過去你大姑再發現 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也是第一時間就發表聲明說 跟我無關 那你現在直接說 渡是詐欺犯跟你無關 如果是這樣子來看的話 證據是要攤在法庭上的 如果法庭最後的調查 許小新你會陷入一個 非常危險的旋風裡面 那我要提醒你 如果你要澄清 就把資料好好的交出來 然後把捍衛自己的清白 讓社會大眾知道 因為你是立法委員 許巧新今天用提告的方式 來捍衛自己的清白 好 那麼有關於 這個潛艦聲文的部分 剛才我們看到最新的訊息 海軍司令部呢 剛才剛剛有回函 說許巧新並沒有索取 潛艦聲文相關的資料跟密件 好 這是剛才我們收到最新的訊息 那現在呢 我們稍微來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要請教溫大哥 今天這裡還有一個人的新聞 這個聲量跟許巧新有病 那個人就是黃國昌 因為呢 台北市議員李明仙大爆料 他爆了什麼料 他爆了他跟黃國昌 兩個人在廁所的對話 現在新成語都來了 毛策球官網友虧到爆 等一下回來溫大哥 我們好好來討論 我們一起搜尋四季先生 正門引領隨選隨開